清代皇帝的新年红包里都有什么 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在中国长辈馈赠给晚辈的春节礼物中 红包唯主要形式之意 将压岁钱包在红纸内 可表达新年驱灾迎福之意 而在清代紫禁城内 皇帝未是安宠或联络感情 给王公大臣 宫内家眷 藩属国王和使臣 搬赐的年节红包 其种类丰富 可谓红包盲盒 其中主要的礼物有福字 美食 荷包等 福字为皇帝经常搬赐的新年红包 自康熙时期起 皇帝在岁末书写福字 赐给大臣 皇帝赐福字的日期 地点和仪式有明确规定 据国朝公使眷武之赏赐福字一载 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 太监会在崇华宫背好赐福苍生笔 墨指 皇帝用其书写福字十余福 命人挂在部分宫殿内 随后 注释出官员呈送申领福字的官员名单 皇帝签订若干明 分期颁赐 农历十二月十五 十六 皇帝在崇华宫召见御前大臣 是为赐福字 十二月二十六 二十七 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诸王大臣 内庭汉林官员 赐福字 其间如有外省将军 督府坐函来报 皇帝批复之余 一赐福字 据国朝公使许宾之宫中事例一记载 赐福苍生笔是康熙曾经用过的笔 其笔馆上捐刻有赐福苍生四字 被后代皇帝当成吉祥法物 是皇帝每年书写笔字的专用笔 皇帝的节年红包内容还离不开美食 据养集斋从鹿圈二十五载 多省文武大臣在年终受上福字时 还会被一并赏赐鹿肉 寓意俘虏双全 由于皇帝年终赏赐地方官员的刨肉 鹿肉 猪肉 鱼等食物从京城运出 一旦路途遥远 宋达官员任职的时大多就会腐坏 于是嘉庆九年1804年宫中规定 赏赐的食物乳不能长久保存者 由玉茶膳访负责更换 而对于云南 贵州等离京城较远的省份 皇帝在年终赏赐给官员的红包是干果 乃冰等食品 不赏赐袍 鹿等肉类 以避免出现食物变着问题 道光以后各省无论远近 皇帝都不再赏赐肉类食品 而以干果乃冰类食物代之 领具鄂尔泰奏搞在雍正七年 1729年 农历12月29 雍正帝颁赐鄂尔泰的新年红包清单中 包括哈密瓜二个 文旦有四个 快干 红干 卢干 填成供义香 各种偶尔不和义种满足油炸面食一侠 乃柄一侠 鹿尾十条 真积六只 也积十只 细林白鱼二尾 夺乐鱼二尾 鹿肉十四块 鹿长二腹 腹 荷包一围 皇帝颁赐红包的重要内容 孝廷虚鹿 捐一只赐荷包 登展出物仔 每年底 皇帝赐玉前大臣的红包中 就有碎碎平安荷包 受到皇帝赏识的外庭大臣 依可货赐荷包一个 且在货赐荷包后 大猿之妻女等人 由皇后率领 去慈禧处行礼辞岁 礼逼 慈禧赐赐每人 红段瓶金荷包一个 那桩小银刻一定 用于崖碎 此外 皇帝在岁末年初 还会赏赐 藩蜀国王和史辰红包 如具光绪朝 清定大清会典 施力三卷507支 朝贡 赐予二载 乾隆五十七年 一七九二年正月 乾隆帝赐朝鲜 安南 琉球 缅甸国王的红包包括 大单二匹 符字兼百幅 卷兼四卷 雕妻茶盘四 掩二方 礼 莫各四侠 有特赐安南国王 玉如意义 玉器 文竹七个二 玻璃器 瓷器各四 杨表一 雕皮五十张 茂尾八侠 镀金线段 金线段 杨花段 装断各二匹 上述红包盲盒种类丰富 目不暇接 不难发现 清代皇帝的新年红包盲盒 不仅仅是我国传统 结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而且是解读清代宫廷历史文化的 宝贵实物资料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秘史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秘史下方点赞 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